葳葳 吃饭了 来 鱼汤 当心烫啊 好香啊 味道怎么样 淡不淡 好喝 爸 我最近发现 大孩子真是一件挺难的事 就这两天 我嫂子他们家孩子不是让我们家住吗 我亲自带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大孩子这么难呢 我以前都觉得 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 是我姚伯干不了的 现在我才发现 这十个月还不够我学怎么当妈的 开始担心了 我是不知道以后 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妈妈 没事 葳姐 什么叫合格 什么叫不合格 尽心就好 对了 我有个老朋友 他们家孩子呢 以前也是在一家商务公司工作的 好像跟领导有点什么矛盾吧 想换个环境工作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都没问题 不是都知道 你在余果当领导嘛 想问问 你们公司最近有没有招人计划 这些好像没有招人计划 没事 回头我跟她说一声 那我帮她留一留一把 那好啊 嗯 多吃点菜啊 嗯 金金啊 哎 西姐来了 这个是今天的节目清单 您看一下 辛苦啊 我先走了 梁小夕 姐 你来了 这不是要录制人吗 姐 这花香宝宝蛋子真是命运坎坷 今天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等正式开始录制了 盯商务才是最累的呢 完全结束才就告一段落 因为那些产品的摆放啊 口播之类的都得盯紧了 王氏 威姐 我的天哪 你这不在家养胎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独立女性就是这么要强 我敢不来吗 回头零零零零 再给我把人换了 我可吃不下了 你瞧你这话说的 我不爱听了啊 这都已经录上了 晚上定定了 放心吧 再说了 没你们商务这节目开不了 商务是什么 节目的爹地 两位老板 你们先聊 我去忙了 好嘞 好好盯着啊 我刚才看见陶瑞妍来了 这不是要录制的吗 人能不来吗 那个你 帮我引荐引荐 让我也认识 那行吧 我叫上你老公 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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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画中间 快来画中间 你说她能不能吓一跳 能不能 好 彗姐 姐呢 在里面 陶儿 化妆呢 嗯 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项目的制片人 冯文艺 陶老师 总算是把您判卖了 就是你要把我换了 谁说的呀 这是有人往我身上泼脏水 您在我心里 始终是这个节目的不二人选 再说了 像您这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现在全国还能找出几位来呀 我可不是这么听说的 我听说 是因为你们找不来公理 才定的我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 不要理会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 我跟您说陶老师 这个节目一旦播出 那您的热度会再次提高 影视 综艺 时尚资源 都会再提高一个档次 老板 你们来了 怎么着 吵架了 没有啊 怎么了 没怎么 跟你闹着玩呢 我这个小淘气 你还不明白吗 真没事 没事 可可融洽了 聊得很好 辛苦了 淘导 辛苦啥呀 啥都没干呢 都是你 从早忙到现在 我应该的 对了 制片人 您说 我当时要求这个节目必须陈导来导 是因为我想让这个节目上一个档次 对对对 保证它的质量啊 不是因为我耍大牌吧 这更爱不上边了 我有您说 我们定的也是程导 程导是我们这个平台最优秀的青年导演 有他 有您 为我们这个节目保驾护航 他想不好都难哪 对不对 魏姐 爱她 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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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不合适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啊 我爱她